在丹陵关心今年中秋节四天的廉价 公路总局取消国道客运票价优惠 希望能够借此降低民众的跨区移动 不过还是有许多从花东地区到西部打拼的民众 想要趁着秋节返乡 台铁往返台北花莲的优惠票 还有两班返乡转车 目前几乎是销售一空 往返花莲的台铁各班次列车 只要碰上端午中秋跟春节 几乎斑斑克满 虽然苏花改通车加上国道客运投入 往返花莲经常还是一票难求 中秋廉价台铁总共加开往返北花列车八个班次 加上花莲县府也有两班返乡专车 但目前车票都已经销售一空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为了避免民众跨区移动 公路总局宣布取消中秋廉价国道客运票价优惠 不过十八号星期六中秋廉价第一天 台北往花莲的客运票售出近八成 二十一号中秋廉价最后一天 花莲往台北的客运车票销售也超过六成 另外国道五号苏花改等 北部通往花东的交通动脉 每到廉价都会出现车潮 尤其今年端午廉价正值疫情严重时期 许多民众不敢从北部返回花东 所以趁着现在疫情趋缓 利用中秋廉价返乡过节 因此还是要提醒民众尽早规划返乡的交通方式 避免中秋假期耗费太多时间 在往返的交通上 记者中央报道